好了 我们开始 那欢迎大家参加有年课教育推出的 Windows 5 and 1的管理系列课程 那今天呢是我们整个系列课程的第八讲 今天讲的主题呢是文件服务器的下 那听了第七讲应该都知道 我们在上一讲当中主要介绍了文件服务器 它的一个在微软平台的一个发展历程 对吧 然后呢最主要的讨论了文件服务器在其次上 我们如何来对它做高可用 其实我们上次讨论两种高可用的方式呢 我们都已经做过了 对吧 在上上次课呢 我们介绍了使用cluster 就是我们的部长转移的群集 来实现文件服务器的高可用 那在用这个cluster来做群集的时候呢 你可以知道 它对你的环境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最主要的是你们公司要有益环境 然后需要有共享存储等等 是吧 然后呢你要把cluster的服务给做起来 然后你的文件服务 我们讲的SMB的协议 SMB的 一定要知道不是MB 也不是SB SMB的这么一个协议 它把它整合到域的平台当中 对外提供服务 所以一旦把它整合到我们的这个域当中的 这个群体里面的话 它自然而然就具备了这么一个高可用的特性 我看所以呢那我们昨天的重点讨论的如何通过这个DFS来 它把公司的文件服务整合起来是吧 然后DFS它也有很多它的一些一些特性是吧 所以呢今天呢 今天呢我们除了高可用之外呢 我们把2012当中文件服务器这一块管理当中还有什么其他的特性 我们所以呢我们就借助今天晚上呢 把它一起做一个讨论 OK好 那我们继续 那今天讨论的内容呢 应该来说 不是很复杂 比如第一个次单配额是吧 我觉得次单配额这功能一说出来 像你们都知道 那关键是2012当中 它有什么新的东西是吧 那第二个呢 是限制存储文件的类型 就是说在公司的文件服务器当中 我可能我只允许你存文档 那其他的电影啊 什么东西就不允许你存 那这个怎么来做呢 是吧 然后加工的平台 还有一个倦影副本 那倦影副本 其实我在此之前 给你们大致做了一个介绍 它主要是针对文件服务器提供高可用的这么一套方案 针对文件服务器 共产文件家提供了容错的这么一套方案 而且如果你误删除了之后 你可以在扣担的本地来还原处理的数据 那这个倦影副本到底怎么配 第四个 在很多公司的当中 我文件服务器我都需要做迁移 那针对于2012的平台当中 那你要想迁移的话 到底有哪些东西 到底怎么做是吧 那最后一点的数据重复删除 这是应该来讲 是我们上次的批评当中 没有讲完东西 所以今天的主要介绍这么五点 我看好 然后呢 我们首先呢 还是从需求来看 看啊 那再呢 提提出了一个需求 说由于文件服务器上的空间不是非常充足 所以要求对文件服务器上的空间按照部门进行限制 具体 让Sales部门用户每人五个GB的空间 RD部门每人八个GB HR部门每人四个GB 达到百分之八时候 达到百分之百的时候 发邮件通知本人 以及管理员 所以在这配额呢 有几个特征 第一个 按部门进行限制 是吧 按部门进行限制 第二个呢 就是一个什么呢 就是说 当你达到某些条件的时候呢 我可以触发我的通知 因为当我们使用邮件服务器的时候 很多情况下 我使用了多少 我未必知道 那如果达到某一个你限定的值的时候 他直接是触发邮件通知 所以这个呢 也是 也是在管理文件服务器上的时候 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这么一个点 是吧 好 我看 那这样吧 我们直接 我们直接来操作吧 好吧 首先呢 这个叫环境当中啊 我看一下我有没有 这个上面没有装VSO 应该没有 那我就把Outlook 那个Word 好 然后呢 在这个环境当中呢 应该呢 有这么几个服务器 首先我们这个环境啊 肯定是预架构 所以在这一台转称的是DC 我看啊 是DC 对吧 然后呢 在这个里面呢 还有一台服务器 叫这台服务器呢 是文件服务器 file server 然后呢 然后呢 叫这台服务器呢 是 然后这个服务器 然后这个服务器 我来把它给画的更加形象一些 我来找一个梯形 我来找一个梯形 没办法 我看这台呢 有三个服务器 好 再三个服务器啊 对吧 所以在这个环境当中呢 至少有这么三个服务器 然后呢 在这环境当中呢 还有一个客户端是吧 那IP地址呢 这个DC 19681.2 这个呢 1.10 这个1.20 然后还有两个客户端 所以我们就在这环境当中来做 OK 然后呢 我还是连到我做实验的服务器上 我来按照我刚才那个来开一下我的机器 OK 那现在呢 这么多 然后呢 我不要 我来把这环境的全部给关掉 就要首先在这环境当中要有一台DC 所以呢 我们全部用2012的这么一个机器 那这一台呢就是预控 整个就属于预环境当中 然后呢 第二台 这台转车呢 等一下就扮演着文件扶持器 还有一台转车 这台转车呢 等一下就做邮件扶持器 那邮件服务器呢 在这儿呢 我们就2003来做 那因为在2003里面 它自带的有邮件的功能 而在2008以后呢 就没有自带了 你必须要抓一圈子 或者其他第三方的软件来做邮件 所以现在在这儿呢 为了简单时间呢 我就2003的等一下做一台 邮件服务器 我看 然后现在预当中 把一些资本的设置给做好 这儿 讲Sales 部门 Sales 这部门呢 有Alice 然后呢 叫Bob c设计 然后再进一个 以免张 ¿小的? o you can enter 呢 那再进一个o me o you can enter nou o you can enter 然后呢 然后再进一个o me o you can enter 然后呢 然后呢 然后再进一个o me o you can enter 然后呢 就那再进一个o me o you can enter 然后呢 再进一个o你 o you can enter 然后呢 又你是在这儿呢 对 tonic 好 我们就借这么 这两个部门 借好之后呢 我这样 我把我的dc注销一下 因为 我这个做快照的时候时间已经很长了 可能这个密码都已经给过期了 所以我重新登录一下 好 还没有过期 然后再这样呢12 server 1呢 这台计算机呢 它是一台文件服务器 不要注意啊 那再这样呢 我还是需要把它加到域的 看下网络设置 1.10 192 168 1.1 然后呢 19168 1.2 然后呢 把这台转真的给交易 应该来说 这个文件服务器显得比较简单 好 确定 好 然后呢 就在这 这台计算机呢 是这邮件服务器 在这呢 我同样是需要把它加域的 我看了 然后呢 还有这个温期叫温期呢 这样 我先把它恢复好 然后呢 我随便加刀玉 我要想测试哪个账号 我就是哪个账号的来登录玉 我再看一下 你们好像看到有些人说卡 你们卡吗 如果很流畅的回复一 对吧 如果说卡的回复二 我看一下 所以你看 刚才我看到这么多都没有一个人说卡 刚才腾心有一句话 我在意了 他说 看到零三我都想吐 看到零三你就想吐 怎么了 问的是二年零三给你有仇啊 他把你给搞怀孕的嘛 你看到他就想吐 OK 好 好 然后呢 我们这两台资料都家喻了 这首先啊 我们先把邮件给做好了 可能因为二年零三里面他自带邮件功能 没必要布出欠证 所以呢 我先把二年零三的邮件服务给做好 我先把我给你带走 好 现在03在启动 我相信很快就会好的 我来登录啊 然后在这呢 我还是用浴馆里面的账号来登录 在2003里面 反正有一个特征 你要装任何的阻件和功能 你都需要把2003的光盘插进去 所以呢 我稍微自觉一点 我先把2003的光盘给 给插进去对吧 然后呢 我再来装 在203里面装邮件 功能应该来说很简单 打开 windows的安装程序 然后在windows安装程序里面选择 然后在这个 windows组件里面选择电轴件服就可以了 然后点下一步 所以你可以看啊 其实在装这个邮件的时候 他在后台给你装了两个服务 一个是泡山服务 一个是smtp服务 所以既然这两个服务都都在的话 那你是可以做成一个简单的邮件服务器 你看啊 然后呢 windows的加这台转机呢 我也把它给教育了 啊 啊 所以 ok ok 我们来看一下 刚才的环境有没有ok 我这个圆桌面居然没有了 等一下 这个地方 好像我连远时候的服务器稍微淡 稍微断了一下 我来看一下是一个什么原因 我桌面 我桌面你们可以给看到吗 桌面看到了 有点卡是吧 我这里连汇台的服务器都没法 哦 啊 啊 等一下 好了 好了我问一下你们 我问一下我现在桌面看到的卡吗 有卡的话如果流畅的话回复一卡的话有回复 你们如果现在看的流畅的话回复一 有卡的话回复二 我我看一下总体情况 怎么没有人响应的 如果流畅回复一 如果卡的话回复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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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差不多没有桌面啊 这样吧 我来把结束分享 可以听到我说话吗 我桌面还没有给共享呢 我桌面现在看了吗 我现在桌面已经分享了 声音基本上没有啊 好了吗 如果现在好了回复一 那个就等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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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等一下我切成那个叫有线吧 有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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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听到我声音了吗 好了 现在我桌面有没有看到 可以了吗 没桌面啊 我桌面已经给共享了啊 应该可以了吧 因为第一个我拔了一根线 第二个我接上有线了 这可以了吗 好了 好 OK 好吧 那刚才呢 由于叫法国的原因的卡了一会儿这样吧 我们可以重新开始吧 然后呢 我刚才所大的那个叫环境呢 你们应该都看到了 你看我们的email的服务器呢 人给ok了 桌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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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可以了吧 我桌面应该可以看到了吧 没有 应该可以了 应该可以了 可以了吗 池志华 怎么还没看到了 你这样吧 你退出来重庆一下吧 那个 那个 咦 这桌面一共享 这就全是弄跳的 可以了吗 可以了吗 可以可以 那我们就继续吧 那这样呢 我们刚才那个2003呢 装了邮件服务之后呢 你可以发现 在管管理工具里面 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泡不上服务 当然还有一个是他相对应的呢 是smtb服务呢 在这个地方 嗯难道没转好吗 smtb服务 等一下我来重新看一下 又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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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等一下 你们先等一下 我先看看 那个什么问题 怎么会呢 这工厂一块就没了 这工厂一块就没了 嗯 上轴来这个sug很好啊 ok啊 那就刚才呢 这个叫弯弯呢 出了一点问题啊 所以呢 我们 调整了一下之后呢 我发现 这一次的已经ok了 老王加油我们下去减肥兆 减肥兆 什么意思啊 我不知道什么意思 我我真不知道 ok ok好了我们给继续吧 我们到那个环境当中了 你看啊 刚才好像我装的邮件服务啊 我真没有看到smtp的 这个应该不对的 哎已经装了 装了我在叫管理工具当中 为什么是看不到 好 我我我我来看一下 他真没有 还真没有smtp服务 这样吧 我还是进去把它给重梦一下 因为刚才我的这个服务器 好像给重启了 大家这个地方显示明明已经装了 那再显示的明明已经装了smtp服务 好 好 没有这样没有 我先配置一下给看看吧 然后呢我先把这个邮件的域名给配好 iLink.c 好 然后呢在里面的新建几个账号 比如说第一个administrator吧 就是 就管理员的账号 然后呢 然后呢再建几个比如说我们刚才的叫steven 假设alice 看啊 在这都可以看到了 再建bob ok我们就暂时建这么多 但是还要建个账号的是文件服务器的 所以在这个dc里面呢 我们把这个dc给建好 好 然后呢可以在这个地方呢 dsa.msc 因为等一下 比如说发邮件通知肯定是以文件服务器的这个账号来发的 所以在这呢我们把文件服务器的账号 好 然后呢再把邮件服务器的email地址给配好 好 这个邮箱呢全部ok了 然后我们再回到文件服务器里面来 其实给他在呢我来给做一个登录 其实我一看我在前几次已经给你们讲过了 值班配额这个功能呢 是吧在分区当中也有 就在分区里面啊他也有我们看就在这 对吧但是在分区里面的示范配额 当时有什么缺陷 我相信在最早的时候人给你讲过了 所以现在呢我就不需要给你讲了 我们在在讲的呢 就是文件服务器配额当中的一些高级的一些功能 是吧那你要想实现这些高级功能呢 你必须要在文件服务器上装一些主件 这个主件在什么地方呢就要这样 添加决策功能点下一步 点下一步 然后在文件服务器这个里面 里面有一个文件服务器的资源管理器就要这样 把这个文件服务器的资源管理器给装好 然后点下一步 点下一步给安装 一定要注意啊所以这个是文件服务器资源管理器当中 额外的所携带的这么一个功能 在这呢我们就稍微等一下 然后呢我先把文件 这个 文件服务器上的文件夹的结构给创建好 比如说这个文件服务器顶层文件夹是public 是吧 然后在下面呢按照部门来分的 加在在呢有it部门 是吧 然后呢在呢也有sales部门 加这个还有hr的部门是吧 好 然后呢这个部门里面呢有相应的用户 在it部门当中有steven 有tony 好 然后叫sales部门呢有alice跟bob 好 文件夹结构龙这个键好了 在的组件呢也快安装好了 好安装好了之后呢 他在工具里面也会有一个管理工具 叫文件服务器资源管理器 然后呢我们现在呢把这个给点开 给点开之前呢 那当点开之后呢 我首先呢我就要配个功能 这个跟邮件服务器做基层 就在你看把这个打开之后 在文件服务器资源管理器当中 选择配置选项 然后第一个页面我记得 就是电子邮件通知跟邮件服务器做整合 所以在整合之前呢我这样 我先把 我先把邮件服务器的账号看一下 到底有没有问题 我呢先建一个A记录在DNS里面 没有 然后呢 IP地址192168.1.20 好 这是邮件服务器的A记录 然后A记录OK了之后呢 我们在这个服务器下做一个连接 比如说我就在这个 03上面用管理员账号来连 我看一下可不可以连上 Administrator Administrator 然后呢 Mail 刚才我们做了A记录了 所以再可以直接面 好 好 下午 然后我呢 你可以看可以的 那我自己可以给自己叫发封Email 绝对是没有问题 哎 怎么没收到了 我看 嗯 没有收到 我来看一下我配置的 所以你看看来刚才我说的那个SNT A记录服务没装好 我看一下他的25号端口有没有在真替 真替了呀 我在配置的时候再看一下呢 行为了 邮件服务器地址mail 默认的管理员的收件人Administrator Admini.ca 谁发的呢是由他 fileserver Admini.ca 然后发送测试 好 我来看看 这个时候有没有收到测试的email 说明现在收不到email 收不到那个叫邮件 所以刚才装的时候 为什么服务器断了一下呢 他这个服务根本都没法连上 对面 对面里面都没有 好吗 然后从Explore从打开下 Administrator 然后看一下预管理员 这样我这温期不是已经加到域了吗 我用叫温期的上号试试看 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把文件服务器重配 温期杀一没有成功加到域 所以我们这个预设有问题的 这个预设有问题的呀 我用本地的 这就拨点的上根本试试看 显示已经加域了他了 这事实上在域当中根本没有发现这么一个对象 先淡定了我来把它给重新还原 然后把这个03的邮件服务器给重启 那我从我再次给还原之后呢 现在呢叫这台转机的又回到了工作主义这么一个环境 然后呢我把它配一下之后 然后再用机计算之点属性 再重新加一下 就你加到域之后一定要保证 你这温期的居然是对象在遇到都能够看得到 所以刚才我们加完之后重启之后在里面看吧 这个对象ok 这一次应该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只要现在保证当前的温期加到域应该没有问题了 刚才如果邮件服务器不对的话 我们因为开始我就怀疑这个组件装的有问题 我根本就找不到smtb这个服务 所以呢 我先来看看 好这个呢 已经重启好了 好的 好 现在我们再重新进去 看一下现在的这个邮件服务器是否正常 还是看不到那个组件啊 然后我这样吧 我先别挤 我先发一下看一下 如果正常情况下 一发完了之后 你收件箱里面就看到了 再看不到 我再测试一台转机 这台转的smtb服务绝对有问题 好 谢谢 好 谢谢 好 然后我叫Alice的帐号继续看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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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今天这环境也比较奇怪 因为刚才装了一半我的服务器就没法连上 反而我服务器就重启了 然后呢把outlook打开 如果再没法这个收发的话说明这个问题很严重 我需要把邮件服务器重新给部署一下 smt那个叫pop sound 然后再来呢 假设alice 他在测试的话都可以 点下一个 在这呢 我自己可以 在这我首先呢在这 我刚才测试的email应该的可以收到的 但是可以发现我在还是一封email都没有 你看 所以我在在我自己给自己给发一封email给他看看 没有 所以我觉得他是他的smtb服务的问题 所以现在怎么办呢 我这样我把邮件服务器的功能啊先卸载 然后再把这两个功能重新装一下 就在这 电轴件服务 你先等一下 你们有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那个问题啊 刚才肯定没装好对 这跟防火墙没有关系啊 因为在2003里面 他的防火墙目前是没有打开的 我觉得是刚才没有装好 因为我刚才找smtp的组件 根本都找不到 只能找到这pop3的 而这个smtp就是负责发邮件 服务是有的 但是跟服务安装的不是很完整 因为我刚才为什么是呢 我在测试连接的时候 都可以通的 就好了之后呢 我先把这个03呢 重新启动一下 重新启动好之后呢 我再在里面进行重装 重新吻 重新吻 好 ok 都没了 然后呢 我再重新装 在当你勾电轴件服务的时候 其实在下面 他也会把这个里面的smtp服务给勾好 所以这个里面没必要担心的 在这安装的时候等一下 那你们之前有问题的话也可以提出来 如果你们之前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提出来我们一起讨论一下 没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我们就等 就等安装吧 算好了之后 这个圆面iis服务 这个很重要 怎么还是没有smt的那个 哦 有了 有了 这次又不一样 你看 这个界面打开的是泡山服 还有个界面 你看啊 所以这次就不一样 有一个internet的信息服 这个里面有smtp 看到吧 而刚才根本是没有的 所以我们把这个打开之后呢 同样道理 我们按照刚才把它建好 那刚才的账号的全部都在 都在了我我先呢做一个测试都可以连都可以连了我先自己给自己发一封email 你看 这个明显就不一样 你这个说明这个时候的smtp服务是那个就很正常的 其实我们可以再挑这个 刚才的叫管理员账号来给你看 同样是发给 叫管理员的账号 这一次肯定是可以来收到的 看啊 所以刚才的smtp服务完全是有问题 就装了一半 然后呢就出现了这么一个问题 同样道理我们刚才在配整合的时候你看 在这发送测试的 好 现在发送成功了 成功了之后呢你到管理员账号里面去看 你看 这样呢就有个测试的一个email 所以现在呢应该来说一切都是很正常的 所以刚才根本的原因就是smtp服务 装的时候出了一些问题 根本都没有装完成是吧 好 那我刚才看到说 孙鱼说 画面不动了 我不知道你们现在看我的画面是不是动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啊 没有什么问题之后呢 你看啊 刚才我配了这个之后 再回到我们的这个 文件服务器资源管理器里面来 然后跟他在呢 你看就有一个高级的配额管理 看吧 高级的配额 跟他在我们假设呢 我们模拟啊 建一个稍微小一点的配额 用其他创建配额的模板 假设sales部门 迟照 然后呢是硬配额 迟照 在这儿呢可以配置通知 你看到吗 如果达到85%的时候 发邮件通知管理员 也可以发邮件通知用户 然后这个邮件的正文和标题都可以 你 你在这儿都可以来定义的 看比如 请整理你的数据 好 然后呢 你看点确定 然后再添加一个 到达100%的时候 请删除您的部分数据 在这儿都可以点确定 然后这个模板就已经给做好了 然后这个模板怎么捆绑了 你看啊 用其他选择创建配额 在这儿呢 你可以选择你的路径 如果刚才我们正对sales部门 你看 我只要选择这个 选择下面一个选项 在现有的子文件夹和新的子文件夹 那种身上 当你这样选择之后 那你一个部门当中就可以定义 一条策略 对吧 咱们sales部门 一百个人 那按照你的文件央结构 你这样配这一条策略就可以了 我不知道这样讲你们是否能理解 现在这个选项 我不知道你们是否能理解 因为我们文件夹的结构是一个什么意思的 sales部门下面 一个文件夹就表示一个人 对吧 所以他生效的是这个子文件夹 就意味着生效的是最终的用户 可以理解吗 我这个选项如果 对 在现有子文件夹是不是每个子文件夹做实账的限制 对的 因为一个子文件夹就标识一个人嘛 alice子文件夹是没有限制的 alice子文件夹的容量是算在alice这个文件夹上 我不知道这一点你们是否能理解 牛显峰说有 有些模糊 这个没有什么叫模糊的对吧 因为在sales部门这个下面 按照我们这个文件夹的结构 就表示sales部门的每一个用户就有一个文件夹 我限制的是你这个 alice吧 我就限制你这个文件夹 至于你这个子文件夹是多大 我不管反正你总的文件夹不能超过实账 然后这个不太容易可以理解吗 OK啊 好我觉得这个不是不是很复杂 我觉得这一点应该来说不是很复杂 好 然后呢 呃我看看陈涛说 这些文件夹是用邮件服务器指定名称和人的文件夹 这些文件夹是用邮件服务器 指定的名称和人的文件夹 呃 陈涛这个我没看懂 对在公司里面你的命名规范 就是某个人用的文件夹就在他所属的部门下面 跟他的用户名是一样的那个文件夹 那我知道限制这个部门的文件夹不就可以了吗 所以这个跟邮件没有一点关系 OK啊 但是我的数据怎么走那个文件夹呢 我的数据怎么走那个文件夹呢 没理解 陈涛我跟你讲你讲的我完全没有理解 怎么理我的数据走 没有关系的呀 陈涛我不知道你在哪一点上面迷糊了 就是依这个人怎么不存在依 怎么不存的依这个文件夹 这个当然根据权限去走了 那个权限 我上次不就讲过了吗 对吧 这个是跟着权限去走的 这个应该跟我们上次设置权限的一个整合在一起来做的 你Alice只能反问你自己的文件夹 OK啊 所以这个这个配额跟我们传统的配额不一样 传统配额是根据你这个文件的所有者这个属性 如果你的所有者是你的话就算着你 而在完全跟所有者一点关系没就看这个文件夹 你知道吗 这个文件夹没存东西这个文件就算在里头上 OK好 所以呢这个就是配额 看到了那我们现在来来来试一下看看 当你有看见刚才我有没有做 好点确定 当你这样做了之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你这个地方不是有Alice这个用户吗 是吧 然后呢我这样 我做一个 磁盘映射 映射一个驱动器 Z盘 下面是12 server 下面是public 下面是sales 下面是Alice 好点完成 没有共享吗 我看一下有没有共享 应该最顶层那个文件夹要共享 这样呢我们就不要考虑权限了 好 然后再到这个里面来 好 可以了之后你可以发现 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这个人家大小 你看 总大小10兆 就看好 如果你存一个东西进去 我们在 我们来做一个文件 这个没有问题 这个没有问题 然后再做一个BMP的 好 然后呢可以可以看如果我现在把这两个给给存进去的话 可以存的 好 然后其实他这个时候他是可以收到email 因为超过85%了 看吧 他除了他收到之外 刚才我们规定的管理员也需要收到这通email 所以在这就看到 看吧 所以这个这样做就可以了吗 对吧 如果你再继续往里面存的绝对是不可以的 对吧 如果你在继续给往里面存 那肯定是不可以的 你看吃了空间不够 看嘛 所以这一点很明显 所以这个配偶不知道你们是否能理解 或者您你们能问成能问出什么问题吗 哦 只是吃了容量超过了呃 只是需要邮件服务器来发邮件A而已 对 邮件服务器只是起了通知的作用 他并没有在容量上 或者在其他上持到任何的一个作用 那这一点你们是否能理解 可以理解吗 ok 其实给拿这个做配额呢 有几个注意的地方 第一个 第一个注意的地方 当用户在存数据的时候 对吧 你看刚才我们拖进去呢 刚才我们往里面拖他报错 你可以发现 能有能告诉你超过了叫百分之百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让用户自动的掌握 嗯他的数据的一个存储 对吧 当然如果说你看你明明超过了之后 你还要拖一次 好 啊 这个时候你可以发现他不会再有这个通知了 他根本不会再有通知了 这是很正常的 有人说哎这个怎么会有问题啊 他明明是超过配额之后通知是吧 为什么是我刚才超过的配额 他为什么就没有通知呢 原因很简单 在通知上面他是有规定能可以看 在配置选项上 在通知当中你看 对于相同的世界 他每60分钟触发一个通知 一定要注意啊 那刚才我们超过百分之百 那现在又超过 这百分之百 这两个应该来说是相同的是吧 那这样这种情况他每60分钟触发一次 对吧 那我相信这个设置还是蛮有好处的 那 为什么蛮有好处的 就是说 担心在公司当中啊 有 有一个人呢 他有问题是吧 他知道 他超过配额了 他拖一次会收发一封邮件 他今天早上很无聊 然后呢他对你很不爽 所以上午呢他就在那一纸无聊 拖了一千纸 那你在邮件里面收一千封邮件 所以这个时候你应该来说很崩溃是吧 所以为了做这个方面的限制 你们可以发现在通知上面专门做了这么一东西 你看 减少反复 超过某个配额而引发的通知的数量看到吧 所以这一点我不知道你们是否能理解 我觉得应该没有什么叫问题吧 所以60分钟通知一次 那你可以把时间改的短一点或者改长一点都可以 默论情况下 60分钟一次 ok好 然后呢再继续 其实我告诉你做这个统计的时候啊 这个一方面做配额 还一方面我觉得他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地方就在什么地方 这样 我再往报复他文件夹那边存一个数据 我看 还有我觉得这个平台还有个好处是在哪个方面呢 比如 在你们公司里面对吧 你们公司呢你觉得文件服务器的数量 这个文件服务的性能啊 包括他的次贷容量呢 应该来说都不够了是吧 然后呢你要去给你们的领导来申请 比如说公司的 叫文件服务器啊 他的容量已经用的差不多了 对吧 所以公司呢要重新买一个服务器 服务器呢把这个容量配的大一些 对吧 那在这种情况当你给你们的领导来申请的时候 你 你一定要给出充分的证据 他说 万一你说的时候 你说这个容量差不多了 你领导人差不多是什么意思啊 只用了50% 还是60% 70% 80% 对吧 到底有多少人他用的超过了80% 那这种情况下你就很难给出一个有说服力的数据 所以作为一个领导来说 特别是你作为IT部门的人给你们的 给你的总经理来做汇报的时候 你说技术他不关心 他所需要的是他出去的每一笔钱都要有根据的给他对吧 所以在这里呢你如何给出一份报表 这份报表反映出来你们公司的相应的用户 使用文件服务器的容量都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比例 对吧 你提供一份报表可以看我们公司90%的人他的文件时的空间使用流都达到90% 所以公司的文件服务器容量不够的 所以我要买硬盘或者买新的服务器 所以当你的论据这么充分的时候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你的项目呢 相当来说他就比较容易批 而且你们这个老板的巨尽也觉得你是一个靠谱的人 每次都信口信口开河 那说不出一些一些东西出来 所以呢你们的老板对你都很有意见是吧 所以在这种情况怎么能够看出来在这就可以了 看 看 假设 点击我来 我现在看sales部门 看 在这 假设 sales部门里面有100个人 你只要再做一个筛选 我看到这个下面的文件夹的使用情况 在这呢 你看都有一个表 哎 s这个人啊 他用了85% 对吧 然后呢对吧 你看这个bub这个人用了8% 那如果用100个人呢 我就可以把这个东西啊 把它截图或者什么叫吃他的 对吧 通过poucher命令可以把它给 给导出一个表格 当你拿着这个表格去给你们领导谈的话 我相信说服你会更加长一些 OK 那我讲的这个意思呢 我不知道你们你们有没有听懂 在这一个界面那就可以看清楚 对吧 所以你你如果没有这个功能的话 来到你每个文件夹都点属性来看吗 这个显然是不靠谱的是吧 好 这个就是配额 这配额你们能听懂吗 能够理解吗 如果能够理解恢复意 没有你理解恢复 我觉得那是蛮简单的 好 我看你们都没有问题啊 然后呢 我们来做第二个 我来看一下 陈涛说 那不是公司每增加一个人就要创建一个人的文件夹 又要设置一次权限 那必须必须是的 那肯定是的 无论是之前的旧服务器上安装了FSRM还可以看到报表面 我不知道你什么版本 据我了解 只要有文件服务器支援管理器的都可以支持 OK 好 邮件服务器所 新域的名称是不是跟DC的名称一样 那如果你添加了域的名称跟DC的名称一样 那你创建邮箱的时候 他就会自动的跟域里面的账号做捆绑 如果说你创建域名不一样 那就他就会独自的创建一套账号 我这我这样讲不知道也没懂 所以我为了简单直接 我肯定要创建的域名一样的 所以说如果一个文件服务器直接创过最大费用 那会收到指封邮件 我可顺于这样的那一些很搞笑的事 自己测试一下去吧 告诉你 按照我的分析应该只会收到一封 OK 应该只会给收到一封 好 那我们就继续吧 然后我们批例当中的第二个 文件服务器不允许存放电影 否则发邮件通知管理员 有人说 有人说你是怎么来知道他存的是不是电影的 有人说你是怎么知道他存的是不是电影 其实我可以跟你讲 没有什么很高明的方法 他就是通过后缀人 比如说外游外游把后缀改给改了 的话明明是 AVI的 我我非要把它改成 什么 IR的 或者是什么其他的那能识别吗 我告诉你没法识别 有人说这个东西太弱智了 你说这么弱智的东西还有什么还有什么意义呢 我告诉你 我再次的给告诉你 告诉你两点 第一点 目前 没有任何一个软件 能够判断出这个文件到底是 是哪一种类型的文件 第二个 在公司当中 不要把你们公司的员工想的太笨 同样又有一句话 也不要把你们公司的员工想的太聪明 应该还有一句话 在IT的管理当中 技术上的管理只是一个辅助 行政管理才是更加有效的 比如呢 好 这三句话都说出来了 我相信你们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呢 OK 那我们就来测试一下 好 就在这文件屏蔽模板 在那文件组 对吧 再来他定义的只个常用的 比如他音频 视频 压缩文件系统等等 我现在的就屏蔽 音频视频 阻止音频视频 在这我可以来重新 给新建 好 然后同样电轴件通知 然后在文件屏蔽当中呢 你看 所有的当你选择根文件件夹的时候 那这根文件夹下面所有的子文件都会生效 你看 那这样我们可以来试一下 好 我们可以来试一下 我们可以来试一下 我在这里呢 新建一个 把文件的 把文件的 货罪名 给删了 然后呢 再新建一个文件 3333 3333 点AVI OK 完了我如果把这个文件复制到文件服务器上去 可以发现他肯定是报错的 这个报错肯定不是空间不够是吧 那你再看你的通知呢 你就可以很清楚了 看 有人存了音频跟视频文件 此文件不允许在音频文件的视频文件的面子中 所以就可以了 OK 再比如 你虽然对这个里面啊 做了屏蔽 但是呢我想添加个例外 比如说 Alice上个月的业绩做得非常好 他偶尔看这部小电影 而是允许他看的 其他的都不允许 就Alice允许 在这儿呢 你可以看 可以新建文件屏蔽的例外 看吗 是哪个呢 sales下面的Alice 然后的音频文件和视频文件 这些确定 你看就可以法文控制的表样 允许在上面 所以在这个例外给做好了之后呢 你可以发现 我刚才给做不了 但是我现在就可以做 看到吗 就可以 给存进去了 所以这个我觉得应该不是很复杂 你们还有没有什么 小问题吧 现在都在线看视频的 谁还下载啊 如果你阻止他在线看 这个问题跟我们windows一点关系都没有 比如呢 懂吗 对啊 对啊 不就可以了吗 如果他在线看了 跟跟那个 我们windows的平台一点关系没有 那就应该是公司网络部门他们应该做的事情 跟系统部就没有关系 我看 所以责任你要分清楚 我看你们都没有什么问题了吗 在下一个 如果用户通过网络 你看 在那有个问题 如果用户通过网络共享 误删除文件服务项的文件 那删除的文件存在 客户端本地的回收站 还是存在服务器的回收站 怎么没有人回答的呀 对 你们很多人都知道 应该来说 当你通过网络删除一个数据之后 无论是在服务器上 还是在客户端 都不会有这个 这个这个数据 那换句话说 如果说你们公司的共产文件夹 对象 你们公司的共产文件夹 你没有做好的话 就意味着很多人通过 网络网络网络共享 就有可能容易导致很多数据的丢失 我这句话不知道你是否能理解 所以 很多人提出来 针对共享文件夹 到底有没有备份的解决方案 对吧 而且这种还原应该更加的方便 不是每次我误删除了之后 不需要 管理员来帮我来 还原 我自己在本地来还原 对 在Windows里面有这么一个技术 这个技术叫倦影制动 流显风说叫VCP VCP是个什么东西 难道我讲的跟VCP有 有关系吗 哦 这样的 这个 好像倦影副本 不是你这样翻译 你这个直接倦拷贝的 应该不是你这样翻译 我记得第二个字是S开头的一个单词 由S开头的一个单词对 林雪峰这个单词你从什么样看来的呀 倦影副本你为什么翻译成这样子的 我看好 然后呢 这个技术呢 就是倦影副本 其实倦影副本应该来说他有两个概念 他有两层意思 第一层意思 站在一个 比较具体化的角度来讲 就是我们今天说要讲的 你又接一个分区如果你是NTFS的格式的话 叠层性 你看倦影副本 他针对分区的 他对共享的念夹做备份的 这一点的理解吗 应该来说这个应该来说 站在一个非常窄的面去考虑 而倦影副本呢 他又是一个通用的一个技术 我们站在更加广的面去考虑 倦影副本他又是一个通用的技术 那这个技术是用来干嘛的呢 我看一下黄东还在不在 就很长时间我都没有 喊黄东了 我觉得他也很寂寞的 黄东居然还在 黄东 你在吗 哇塞 黄东我觉得你现在真的是好认真哦 我告诉你 我记得在一年前 一年前我所了解的你 你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三炮 我跟你讲 一年之后我这个变化真的好大哦 所以可以发现 这个时间啊 真的是可以改变一个人真的 黄东这么二的一个人 我经过一年短短的一年时间 都可以变得这么认真 你看一句话都不讲 天天很认真心口 我的天啊 你们还有什么理由 还有什么理由 我跟你说黄东二是什么样子 真的 我没法用词来行 来形容这个 黄东了 真的 所以这个时间真的可以 就改变一个人 我看 是吗 哈哈哈 我看好 我看啊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 那捐鱼副本呢 站在一个更加 宽泛的概念上来讲 就它是一个技术 这个技术在什么时候能够用的 其实说实在的也是 叫备份 也是叫备份啊 比如啊 你们可以来 来想象一下 如果公司有一个 是个 说的数据库 对吧 他正在运行 如果我想通过远程来备份这个叫数据库的话 按照 在正常备份的情况来下来讲 如果这个数据库正在用的话 你是没法来备份的 这种情况下 这种情况下 应该能够给理解了吧 但是 有了卷影副本这个技术之后 卷影副本是一个通用的技术 卷影副本 这个是一个通用的技术 有了卷影副本这个技术之后呢 应该来说 他可以能够保证 你的服务在运行的情况下 能够把这个数据copy出来 有没有 这个叫卷影副本 所以你现在在发现啊 在运用 其他的产品 我因为我不是很熟 所以我没法说 微软的所有的产品当中 在备份的时候 一定会加载卷影副本的 一定会加载卷影副本的 我不知道这样你们是否能理解啊 能理解吗 所以这是一个通用的技术 如果理解回复一 没有理解回复二 所以我们就来讲这个赤牌当中的这个具体的这么一个东西 看啊 我现在呢 无论我在地盘建多少个文件夹 当你用其他点属性 可以发现再看到的共享就一个 说明这个技术是针对共享的面价来用的 看到吗 那我现在如果点使用的话 现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他立马就相当于为你现在拍一个快照 其实 我跟你讲这个是就差不多的 给弄下来之后呢 可以发现用户他就非常非常方便 用户就非常 就非常方便 假如我再一个Alice 我想看他的数据是吧 你们看 我现在呢 把111这个文件给删除了 正常情况也就没了 但是有了卷影副本之后 你可以发现非常方便 用其他点属性 再有个以前的版本 你们看到 然后呢 在那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注意啊 在那有两有三个按钮 一个是打开 看看这个卷影副本的哪些数据 第二个是复制 然后看看条这个里面 我把这个里面都是还原到 还原到这个版本吧 这个面 第三个还原 还原这个按钮呢 我现在也容易去理解 但是我建议你们在用卷影副本是 还原这个按钮不要用它 一定要注意啊 还原这个按钮不要用它 那为什么不要用它 我等一下给你们解释 所以我来给你讲一下最标准的这种还原模式 如果你要想把所有东西还原 直接点复制 然后粘贴 如果你要还原里面部分的 先把它打开 找到这个里面的111点复制 然后呢 找到之后呢 你给我看好啊 再回去 把它给粘贴进来 这种情况就可以了 你可以发现这个技术的好处在什么 好处 在什么 我在服务器上定时的对他做备份 客户端呢 你看 我可以再继续给他做一个 17分我再来创建一个 在客户端当中 你看我可以随时来给他做备份 当我输出误删除的时候 有客户他自己 按照他自己的时间点 来进行还原 能够给理解吗 等一下应该 有两个这个时间点 看到吗 我想还原到哪个 我有客户端 自己来定是吧 我觉得这一点很滑 因为绝大多数情况下 你备份了之后 你损坏了之后 必须要管理员 专门来还原 而且很多是一套专业的软件 其他用户都不能用 那这个呢 做在unus里面 这功能应该来说还是挺不错的 那还有很多人问来说 他说这个备份 能不能自动的来备份 每次我手动的点对管理员 来说很麻烦 其实你们要看清楚 在这 你看 设置里面就会有一个计划 你来看到计划就表明 你就可以按照你自己的需要来定 就要在上班时间 每个两个小时做一次 这么一个备份 那种情况有系统自动做 没必要管理员看的表 两个小时快到了 我我马要做一次 这个就完全没必要 首先卷以复本这个技术 站在一个通用的角度来讲 能够是否能理解 天花说都是存放在什么地方 等一下可以看得到 怎么隐藏还原按钮没法隐藏 开启卷以复本之后 再开启乘三 是不是乘三项目很高 你的乘三是不是重复数据三处一样 你这两个技术建议不要放在一起 没有意 他完全应用的不一样的场景 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把卷以复本跟他 给放在 对 你放在一起用效率是高 对吧 放在一起用效率是高的 但是我觉得 这个很麻烦 因为这一副吧 我等一下给你讲一个最大的问题 OK好 然后呢 我我看你们你们讨论的应该来说都没有都挺好的 所以这样讨论起来我觉得还是蛮有意义的 然后给你解释一下还原这个按钮到底有什么问题 就来看一下 我现在呢做两个测试 测试 第一个步骤 嗯 人介家有111和222两个人介 第二步 使用据符 第三个 第三个 新介 333文件 物删除111文件 第四部还原 我现在问一下 还原完了之后 333这个文件到底有还是没有 我现在问给你一个问题 你看我这个是不择 到底有还是没有 好 孙鱼 我问一下 我讲这个现场课的时候 你来了吗 Abi虽然是不是每次周末都到 好 那这样吧 我先来测试 我现在给你们测试 第一个 在服务器当中 我先把这些全部给删掉 然后在这个里面 alice的里面只用111跟222 就看哈 好 然后呢 我再对这个地盘做一个眷符 做好 做好 做好写一副本之后呢 我在Alice他的文件夹里面 我新建一个333 然后我把111跟5删除了 看就这样 我现在呢开始还原 注意 我现在还原一定是点直接点还原按钮的 用吉他点属性 这个呢 只有一个版本 老子一点还原 好 已经给还原了 然后我们双击里面 哎 发现123都在 所以这个应该来说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有没有 所以啊 在还原的时候有个原则意 在还原的时候 只把扫的给补上 不删除多余的 把这个是我用我的这种通俗的语言 这种屌丝的语言给你们总结出来的 你们应该能看得懂是吧 那我在还原的时候我少什么东西 我就把什么东西给补上 多的呢 我也反正 就要继续把你保留着 我也不给你删除 所以这个你们应该能看得懂 而且这个是不是因 是不是我们希望的 有没有了 好 懂了回复一 没懂回复二 我看 不去的版本 好 我们下面第二个测试 测试 文件夹要有111 然后呢这个数据呢是一行 主要 在这的数据都是一行 22的数据呢也是一行 使用倦益副本 ok 然后呢新界333 不删除111 然后把 222 添加一行 然后再还原 ok 我改里面的内容 我改里面的内容 好 我们再看 再来测 把服务器给点开 然后呢我这样我都用txt的 叫文件 你看121里面是一行 222里面也是 叫一行 然后呢我把这个倦益副本啊 这个之前做的倦益副本的给删掉 然后再重新做一个 看到了吗 看到之后呢 然后我们再改 第一个添加一个文件333 是这个到底是一行还是几行 不知道没什么关系 好 然后呢把111给误删除 把222再添加一行 好 点保存 现在呢我继续来还原 看 现在我继续给它还原 现在 我再刷一下 好 看 这还原的应该很简单 用其他点属性 然后在以前的版本把它点还原 点去里 已经还原到上前那个版本 现在呢我们来点进去看 首先三个文件都在 我觉得这很正常 关键我要看222里面 到底是一行还是两行 那你们希望吗 你觉得如果这功能做的好 应该是几行 好 我们来看啊 发现这个222里面是一行 所以这个就是点还原按钮最大的问题 能理解吗 就意味着如你点还原按钮 你上次做快照那个点后面所有的根点全部会丢失 这样讲适合能理解 他不这个不会记录任何版本号的 所以我告诉你 还原那个按钮你尽量不要点 你所需要的只是打开 有没有 只是打开 打开了之后呢 把扫子给复制下来 再粘贴进去 这样才是最佳的 我看到 那我再讲一下这个倦益副本最大的弊端吧 最大的弊端在于 这个倦益副本就像做快照一样 快照你们知道快照其实你们说快照是备份吗 快照你们觉得是备份吗 我就问你们这句话 包括你们现在用虚拟机 对吧 里面有快照 包括你做生个所有的时候也有快照 你觉得这个快照是备份吗 为什么是不是备份 我觉得康利德 这个叫康利德 康利德这个讲到是蛮好的 他只是一个点 一定要注意 快照 仅仅是保存一个时间点 一定要注意 是保存一个时间点 所谓的备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 就是说 当我备份完了之后 我的备份 好的这个东西 对原数据没有任何的依赖 OK 什么叫没有任何依赖 即使你之前所有东西坏了 我通过备份东西能够把你 把我备份的东西给还原出来 所以 这种叫卷预复本或者快照 它仅仅是创建一个时间点 在还原的时候 一定要依赖于你之前的数据 换句话说 在这环境当中 如果你存储数据那个磁盘坏了 那这个数据完全就没有了 能理解吗 理解到回复1 没有理解回复2 其实站在SERC Server的角度也是一样的 从SERC Server 2005开始里面也有个快照的功能 这个快照它是起什么作用的 是比如说你们公司的SERCLE做一个大的调整 如果这个调整发生了故障 怎么办 所以我做之前做个快照 如果出现故障 我可以把它还原到之前的那个点 是吧 如果说你 如果说你做的快照之后 你把整个数据固定删了 我告诉你这个数据绝对是没有办法来还原的 OK 卷预复本结束了 下一个议题 这个也是卷预复本的 如何每个两个两个小时备份一次 你们自己去看吧 下下一个议题 颜柯教育原先有个文件服务 Windows Server 2003的系统 随着应用的不断升级 当前的文件服务已经不能满足公司的应用 于是 于是乎 这个于是乎啊 公司购买了新的服务器 安装了Windows Server 2012的系统 那 如果把数 如果把数 不是如果是如何 把数据和缺陷切到 Windows Server 2012上 这个东西我记得在前面给你们讲过了 所以在这我不会给你操作 在前面有没有 这因为呢 在前面我就给你讲过了 于是乎 这个 这次呢 我就不需要给你们讲了 刘东海说 复制粘贴 粘个屁啊 粘 粘了之后 全线就没了 他们说你们说有假吗 好那没有讲是吧 没有讲呢 哦没听过啊 这样嘛 其实你这个迁移呢 你只要想迁过去肯定不能copy 就首先啊 第一个 如果要迁移全线 必须需要 需要预架构 于是乎 预架构很重要 这句话能够 理解吗 如果说你们公司是工作组架构 你说现在是2003 我想迁移到2008 我告诉你 迁移不了 好 第二个 不能直接复制和粘贴 否则全线全部丢失 对吧 这个 这个我之前就没讲过了 讲到全线那一部分 你们还有没有印象 讲到全线那一部分 你们还有没有印象 当时我给你们在PPT当中讲过了 只有默认的情况下 只有在同一个分区当中 移动 我告诉你 这个时候 它才能够保留全线 只要是跨分区 所以肯定是没有了 何况你要跨计算机 你这跨得也太远了呀 是吧 所以肯定没有 第三个 切移权限 权限 的方法很多 比如 备份还原 比如DFS XCopy 等等 我在讲的这三点 你们能够给你理解吗 告诉你 你把一台资算机上的做备份 然后再还原到另外一台资算机上去 在正常情况下 它的权限是保留的 第二个 当你把它做了一个DFS 另外一个中端复制过 权限能够保留 当然你可以通过XCopy 这个命名也可以保留 但是最好的两个工具 推荐的两个工具 推荐的两个工具 一个是FastCopy 还有一个是Viria官方的 但是更加推荐 Viria官方的工具 那工具叫名字 我来问一下 陈汤你知道叫名字吗 陈汤说 只能理解DFS 好 我再把掐两个 备份还原你不能理解吗 备份还原连属性 全部备份还原也 把所有的属性都还原上去 这个没办法给你理解吗 XCopy呢 它是一个底层的命名行 XCopy在拷贝的时候 可以让你携带权限 一起拷贝 这三个没法没法理解吗 对 陆军讲的没有问题 推荐 FSMT 这个工具是路远官方的 OK 全称 全称 前称 又讲完了 好快 有没有可以理解 robo copy 这个没用过 你要能够实现功能也可以 OK 我没用过 那个程序我没用过 反正我最推荐是内网官方的 FSMT 所以你们自己 自己去看一下 这个究竟是什么 这个究竟是什么 OK 你们自己愿意去 把这个工具 做个下载去尝试一下吗 愿意的回复一 不愿意的回复二 腾心说不愿意去死吧 免费的工具 中立第三 免费的对 好了 这一部分又没有什么 交问题了 我看因为我换育民 缺欠失败 这个很容易欠 一个失败 换育民肯定不行的 你换育民 我告诉你 如果换了育民之后的话 这个还是蛮麻烦的 如果你是跨零牵移权限也可以 但是要 要通过 不要通过这个是通过 为了一个 预牵移工具 叫ID IDMT吧 这工具 中央和我一起搞了两个晚上 你们两个给搞什么了啊 两个人一起搞了两个晚上 我的天啊 注意啊 虽然现在这个 这个 社会发展比较快 对于很多的新兴事务们 其实我是可以来接受的 对吧 我也可以去理解 但是吧 这个还是要低调 你知道 低调 一定要低调 OK 对不要歧视 这个 十字华这句话讲得非常好 不要歧视 其实 现在很多了 是吧 其实很多了 只不过这个是 另外一帮人的世界 我们可能没有进入世界 去决他们这个 但是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一个 生存通缺 我看 再继续 把它讲 最后一个 重复数据删除 重复数据删除了 其实这个是2012的一个新的功能 这功能呢 我觉得你在用 他不会的时候 可能会比较有用一些 其他场景 我觉得你自己看吧 重复数据应用了 其实在 它是存储上的一些 一个高级的功能 他主要送来干嘛呢 当你上传数据 他会对你数据做一个运算 对吧 如果发现这个数据在存储上已经有了 然后就不往上存了 然后把那个数据挂一个链接挂到你的界面下来 当然这个一方面存储的技术 其实在很多网上的网盘应用也很多 最典型的就是百度的网盘 我相信你们应该都用过 对吧 很多人往网盘里面传一个数据 加传一个ISO镜像有5个GB 然后一传发现秒传 对吧 几秒钟就传好了 很多人说 哇塞 这个运营商的网络怎么回事啊 这么 今天怎么这么快的呀 快的我都适应不了了是吧 我还准备准备把这部小电影看完之后 我再来这个呢 结果传的这么快 小电影都没时间看了 这个这个多恶心啊 是吧 所以呢 其实你应该知道 当你发现有秒传这个事的时候 你就应该知道 其实他并没有传 他只是秒了一下 他没有传 意料注意 意料注意啊 他只是把你的本地的数据做了一个运算 发现在百度网盘里面 你这个文件是有的 对吧 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他就没必要把这个东西继续传了 他只是把现有的那个链接 加在一个链接到你的那个账号里面 所以你看到就已经存在了 其实你是没有传力 在正常情况下 用来标识一个文件的唯一性 正常情况下 因为百度怎么做的 我们是很清楚 是看这个文件的 都会通过一种算法 这种算法我们叫哈希的算法 正常情况是叫这样子 知道在Windows平台里面 查看唯一性的 就是教员这个文件 是不是存在是哈希 那至于百度网盘是怎么做的 我不是很清楚 那他肯定有一个叫算法的 我看 那这个不是我觉得不是我们讨论的一个叫重点了 你让理解这个东西可以的 ok 当然同样在你们公司的环境当中 对现在网盘都有这种技术 在公司的这个环境当中呢 这个文件的重复数据删除的也是可以来配置的 有的 也是可以来配置的 ok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你要想配这功能呢 首先要装上一个组件 在下一步下一步下一步 在这个里面文件服务器 再文件服务器 然后把这功能给装好 下一步 怎么改文件名都没关系 对 跟文件名一点关系都没有 有的人说能不能用一部分的文件 这个叫不行的 他针对分区来设置的这个功能 陈涛你看嘛 你觉得这个东西 我觉得这个的技术 在你们公司那边都可以有选择的来用 对吗 明天 明天 黄东说明天重装2012R2 SSD SSD 120GB 不用这个 上不起 黄东你现在还没有装在SSD里面 陈涛说我都换了960GB的SSD了 我只能说 你换这么大有意义吗 即使 我觉得多块盘你的性能会好 会好会好很多 在一块盘里面的读写速度是固定的 抓好了之后呢 这个你看在在什么样可以看到 你需要配置 在卷里面看 然后呢 可以在这 比如你要想把它启用在低盘 然后再在呢 配置数据重复删击 可以 使用 早于几天的 我如果在设置0呢 就是对所有的数据 你看 是有没有排除 在给设定计划 21点 50分吧 好 点应用 点确定 好 然后呢 我就往这个里面 给copy数据了 没有什么其他的叫发谱 我来多卡贝几项 我来多卡贝几项 我卡的是不是稍微有点多啊 等到50的时候再来看 这个就很简单 稍微有一点点慢 稍微有一点点慢 这个 然后以后 然后以后你把这个里面存数据 它都会按照 重复数据的删除 如果你都是存的 重复的话 他把你的东西给删除 等一下 稍微有有这么一点点慢 这个 这个 我看到 在呢 看样子呢 好像 这个叫整个叫管理工具比较慢啊 我这样吧 我来把这个 给关掉 重新给打开一个服务器管理器 因为我现在做实验的这台居然这样 用的还不是ssd的 你看在这你就可以看得很明显了 从重复数据删除 我给你看一下那些叫文件的容量 按道来说在200多兆是吧 200在应该是 1234567 怎么到也1.5个多GB吧 那你再来看这个文件价 等一下 你看我们刚才就量算一下都1.5呢 然后再呢是1.25 还加上刚才卷影 我们做了卷影副本的空间 现在看在就可以了 重复数据删除你52% 删除重复的数据1.37个GB 你看到1.5就相当于 1.5你看到删掉了1.37相当于就保留了一份 这个我觉得应该来说你们可以来算吧 因为有人说在空间为什么还占了这么大 原在我们刚才对这个卷做了卷影副本呢 我看啊 我不知道这一点是否能够理解 能理解吗 能够理解就回复1 没法理解回复2 晃动 晨套 看你们都已经OK了 看你们都已经OK了 那其实今天的中间由于网络原因呢 呃耽误了你们一会儿时间 对吧 然后呢 呃 但是总的来说还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我们把整个东西都直接给结束了 呃 牛东海说重复数据删除的不是讲过了吗 我怎么记得我没有讲过的呀 我怎么是讲的呀 难道你在梦中听到 我能给你讲呢 本身我在PPT上中是放在 下一次讲的 对吧 但上一次不是 不是讲的太迟了吗 我就没讲 我说这个放在下一次讲 这个牛东海居然说讲过了 难道我拖沫给你了吗 OK啊 好 所以呢 今天的这个叫网络问题呢 呃 我还是给你们来抱歉啊 因为这个网络一开始 我也我也没想到 因为毕竟前面7次课这个网络都很流畅 对吧 今天不知道什么原因出了一些问题 但是后面调整一下这种总算 后面的课程是比较流畅的 反正我尽量的以后避免避免这种问题 因为很多学生都是 呃 都是 那个晚上来参与这个课程 特别是人家在澳洲的那个那个叫什么 能赖着的牛东海对吧 虽然我经常托梦给他 但是 他 他那个地方 我们在应该迟两个小时 所以他赖的时间呢 应该是 应该是23点的快12点的是吧 所以说呢 我觉得耽误你们时间 啊 一点的 再耽误你们的时间了 我确实不好意思 所以以后呢 我尽量尽量的避免 像今天这样网络出现问题的 OK啊 我不知道你们还有有没有什么问题的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那就进入进入到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叫什么的 那个叫 OK就进入到叫最后了 好 对相信微软 说锁定年年科是吧 好 啊 课程讲到这个地方呢 应该来说我们整个 Winness Server 2012的第八奖 文件服务器的下呢 就是已经给结束了 有问题呢 可以跟我来交流大了 你们自己要多花一些时间做实验 那你们呢可以专门买一些计算机来 如果你们不知道 你们不知道买什么计算机呢 到时候我觉得年科可以 专门为你们定制一批计算机 我们自己到年科来买就可以了 OK 绝对满足实验的一个需求 那如果有了解相关培训的信息呢 可以访问我们公司的网站 和拨打我们公司电话 相机微软锁定年科 OK 那我们整个 Winness Server 2012的第八奖 对吧 文件服务器的下 就已经结束了 下一奖我们会讲 Winness Server 2012当中的备份和还原 所以下一奖我们继续 OK 那今天的晚上的课程呢 我们就结束了 好再见